大家好,我是YG500周夜预测 今天是4月1号 今天又要向大家推出12天的比特币的预测了 上次推出的比特币预测6天是 26号到31号 这6天全部都是向上 我26号预测是下跌,它上升 27号也是下跌,它也是上升 28号、29号预测是上升 那么30号是下跌,它也是上升 昨天是上升 对了,总的来说,对三个,错三个 那这一个卦呢 就是上次推出的这一个卦 其实是3月19号的这个卦 3月19号是对四个,错两个 那么我想在这个挂的前提上 前提下把后面六个也填进去 那么作为一种尝试研究 那么现在看来呢,对三个,错三个 在理论上还是能够接受的 那么具体操作过程中 还需要进一步的 这类数据 所以说 昨天 我就这个卦项 细化的程度 又进了一步 专门 专门 用一个卦来预测 4月8号的那一天 提前预测 那一天 到底是涨还是跌 那是4月8号是随意的 很随意的 选举的 那么在过年的时候 我曾经预测过上海的天气情况 是提前五天预测的 那么这一次 我用在这里 尝试一下 是不是可以进行提前预测 随机的那一天 看看整确程度怎么样 作为研究用 像上个星期 全部六天 都是向上运行的 这是种特例 如果按照我目前所掌握的数据 那么肯定会有 肯定与涉际情况 一定会有差别 一定会有差异 所以我增加了一道防线 增加一道防线 就是多一个 每天预测的这种情况 增加命中率 这一次呢 是比特币今后的12天价格怎么样 上次19号 是今后的6天怎么样 后面的6天是 是临时加上去的 我想尝试一下 到底行还是不行 应该在理论上说 应该是行的 那么为了准确 保证准确的程度 那么以后试试看 比特币今后的12天价格怎么样 这样就一次性问全了 肯定是在这12天之内了 这是昨天站的 雷火峰 二窑洞 卯月 雾银 就这个挂项来看 目前的价位 仍处在高位运行 市场虽然已经显得有些疲惫了 但是仍旧有大量的阻力资金 注入 还在进行投机的 当前发行运作方 仍然操纵以向上的拉伸 还是有人才操纵 向上拉伸 但是价格已经处在高位了 所以建议大家 小心 一个大的下行 马上就要来到了 希望大家 认清形势 暂时的多观察 现在的价格非常的高了 同志们 下面是我1到12天的 解读 1号今天 今天是上升 2号是下跌 3号也是下跌 4号是上升 5号是下跌 6号是下跌 7号是上升 8号是下跌 9号是下跌 10号是上升 11号是下跌 12号是上升 今天有两个挂 所以地方就显得比较小 大家仔细看看 1到12天的 都在这上面 因为现在目前 要多这类数据 要细化 就必须要多这类数据 就这半个多月的数据 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希望大家 要有一个 良好的耐心 那么 我是按照中国时间 来预测的 希望大家 在用的时候 自己转换 据说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今天有个网友 在频道上面 说我的 纳克达斯 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 预测的还不错 希望给我打赏 谢谢 我这里不需要打赏 也不需要红包 只要大家 觉得喜欢的 有操作性的 可以 频道下 以关注 也可以 加入我的微信群 15221873277 加入我的微信 然后我把你 拉到群里面来 我的微信群里面 有很多的金融爱好者 大家可以 相互的探讨 非常的热闹 这是我对这个挂 雷火峰 这个挂的解读 现在的价格 已经处在高位了 但是现在 仍旧有大量的资金 进行注入 进行投机 但是 总的趋势 这个挂项 是往下下行的 希望大家 多观看 谨慎 再说一遍 一号上升 两号 三号下跌 四号上升 五号 六号下跌 七号上升 八号下跌 九号下跌 十号上升 十一号下跌 十二号上升 那么为了更加细化 所以我昨天 另外又加出来一个挂 很随机的 这是很随机的 试试看 只能说是试试看 作为研究用的 四月八号的这一天 摇出来的一个火雷四合 初遥 六遥洞 卯月 雾影日战的 这个挂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挂总体是跌 上午看涨 下午看跌 先涨后跌 总体是跌 所以大家有待于进一步的认证 还有一个礼拜 先涨后跌 总体是跌 那一天四月八号 应该是以电为主 希望大家一起来认证 关于这个比特币 今后十二天的价格走向 下面 大家记下 希望能够给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参照 有这么一个参照的作用 希望大家发财 这一期就讲解到这里 啊